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杨聪 89年出生 2012年 我父亲与伙伴成立了韶山市 最大的蜜蜂养殖合作社 2018年 我和父亲正式开启了扶贫之旅 哎呀 叔叔 辛苦你了 王姨是一个非常坚强的母亲 丈夫因病去世了 剩下两个女儿 一个在读大学 一个在读初中 陈俊打电话给我 我们送婚纸来给娘带不要撑一点 看过娘帮 你送三十个后到电影 画的都是异乡的 自己出生大义了 本是异乡婚纸 当然也没有了 待会去好库 老师哥 不要哭 不要哭 就是孤雀了这个话 孤雀王不是在马里心里带 这个是蜂王吗 现在这个蜂王都没参暖 因为他已经老了 要替换一个新蜂王进来 老师叔 老师 老师叔带过我家 户出了好多 两个人抓不住 一一遍一遍 要喝得定得了 要自己不拿 啥事不喝 不喝生活过不去 我们整个烧山乡 有二十多户的 这样一个平衡户 打电话的话 我们都会及时去进行处理 刚刚给你打电话说 蜂跑了就是他们家 哇 一块 两块 三块 四块 十几块 通巢 收蜂的话 最重要就是把蜂王找到 巡蜂都会跟着蜂王走 好 现在有个蜜蜂 在我脸上爬 好 被折了 哦 这个嘴巴了 啊 丝被拔出来了 但是肯定会肿得跟猪蜂这样 找到蜂王了 在这里 养蜂作为我们巢山市 精准扶贫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肯定是需要我们更多 这种年轻注入 才能够提快地 乡村进行的步伐 我去年的话就是收入 两到三万 今年想突破五万 不想安不得 这个是一个老神 贵的老师傅 做得最精的就是他最想感觉 因为有党的好政策 才有我们这个产业扶贫项目 才能够带领大家来脱平攻坚 那有没有信心把这个养蜂做得更好 有 有 自己来给你事业 干杯 干杯 干杯